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那么回事儿 当然遗憾的是最终我们对这款产品的测试结果让我们感叹 创新有余 实力还是欠佳 打开包装 随机附赠三根线材 如表格所示 没有附带任何的教人报告 产品宣称通过了Display HDR400的认证 但是我们在VSA的官网Display HDR认证产品列表当中 并没有找到这台显示器的型号 这个是有点奇怪的 一体化的外观设计 全身银白金属的材质 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薄 支架转轴只支持升降 保养调节 并不是特别灵活 当然这样的工业设计我觉得还是挺赞的 YCD的交互菜单也很有新意 华为官方将其命名为Smart Bar 你可以单指单击确定 单指滑动切换设置项 单指双击退出菜单 实际用起来也算顺手 我觉得设计师的脑洞真的是还得再次给它点赞 MadeView的接口设计也比较有意思 常在支架的背面和侧面 我们标记出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没有HDMI 2.1接口 而接口数量不算多 当然也不算少 够用 实测HDMI 2.0接口最高可以支持到3840 2560 50赫兹8比特的RGB全范围的输出 这个是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的 因为正常的HDMI 2.0接口4K 60赫兹 当然因为它的显示比例比较特殊 分辨率其实是高于4K的 所以进而影响到它的刷新率 那迷你DP接口我们发现它是DP1.2的版本 最高支持3840 2560 60赫兹8比特的RGB全范围输出 此外呢 USB-C接口最高也支持3840 x 2560 60赫兹8比特的RGB全范围的输出 如果你开启到10比特的色深 这需要调低分辨率或者刷新率 所以呢这个接口也不是DP1.4的版本 还是DP1.2 所以这两个接口呢就让人有点失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 3840 x 2560 60赫兹10比特RGB全范围显示的面板规格 但是呢没有足够的接口带宽来发挥它 这种情况我们的确第一次看到 好我们来看面板 3840 x 2560 分辨率是比特色深 原生60赫兹的刷新率 这是一块IPS面板二斗的RGB紫像素的排列 那我们就开始测试 先来看办公相关的性能测试的表现 这台显示器呢没有预设仅仅模式 开机默认是迪塞P3的色域下的P3模式 测得SDR的最高损失亮度399尼特 差一点点啊 差一尼特就是400尼特的优秀标杆线了 那办公场景标准亮度采样测试 结果呢如表格所示 Metview在Word和网页端的白点亮度 在400尼特上下 黑点亮度呢13尼特 所以亮度发挥还是比较充分的 那大家用的时候呢将显示器 调整到80%左右的亮度 我觉得会获得更加舒适的办公体验 PPI方面呢 PPI呢是164和4K标杆机相比呢 小字体边缘看上去非常的清晰 几乎没有锯齿和毛边 清晰度的表现很出色 是满血的4K 显示器可视角度的表现呢 相对一般观看角度达到17.5度的时候呢 亮度衰减到75% 差一点点没有达到我们的机枕线里 抗旋光的表现呢 虽然做了雾面处理 但是整体表现也不理想 西面状态下有轻微的彩虹门扩散的现象 那办公相关的主要指标呢 其实都相对一般 比如说SDR亮度排名第16 SDR亮度排名第28 可视角度排名第44 不过呢 计算得到办公场景得分 现在68分排到第二 这个呢 其实是因为前面我们测试了一大批2K的显示器 那4K的MateView在PPI分辨率上的优势 对于2K来说啊 的确是一眼可见的提升 拉高了它的真理得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台显示器的主页 在专业创作上的表现 MateView预设了第3P3和SRGB两个模式 通过切换OSB菜单的色域显像 可以进入到对应的模式 那在SRGB的专业模式下 SRGB的色域覆盖率实测是97.5% 没有达到标称的100% 不过呢 在默认的模式下 SRGB的色域覆盖是99.9% 所以呢 其实还是调教的问题 实测 色温呢 色温呢是6185K 色准平均DataE值 2.23 达到了DataE值小于3的这样的一个优秀标杆性 表现还是不错的 IGR模式下测试得到P3色域覆盖率98.12% 超过了优秀这条标杆性 屏幕的均匀性方面 50%的灰度图片下 实测屏幕均匀性 平均偏差4.23% 最大偏差15.24% 所以屏幕四周啊 可以看到一圈 比较明显的暗边 有轻微的脏屏现象 当然了 这个数值呢 还是小于20%的屏幕均匀性 最大偏差 对象的基本线 所以综合各个模式的数据 这台MateView创作场景的评分 7.75分 综合排名的第4 其中 SRGB的色准平均DataE值 排到我们测试过的显示器的第7名 P3色域覆盖排在第9位 整个均匀性排在第22 那从产品的定位 专业显示器这个角度呢 除了HDR亮度不太高 并不适合剪辑HDR视频之外 用来做图 我觉得还是蛮靠谱的 那作为一台专业显示器 60Hz的刷新率就可以去预测 这台MateView的游戏体验就不会太好 而且MateView的OSD菜单里面也没有OD选项 默认模式下呢 我们测得平均会接响应时间24.09毫秒 这个连测试的基准线都没达到 比较糟糕 那在游戏体验上 PC端的低平线5SDR模式下 红车灯和岩浆的饱和度看上去就非常的高 色彩在画面当中很显眼 切换到HDR模式 明暗的对比会更明显 色彩也趋近于我们真实的印象 车灯和岩浆的饱和度略有下降 但是亮度的提升有比较强的刺眼感 PC游戏方面 用HDR效果还是优于SDR的 立体感有效幅的提升 接触性方面 PS5最高能支持4K60Hz的模式 不支持VR的功能 Xbox不支持VR、ARM和2B世界 输入延迟方面 1080P 60Hz模式下 10.4ms 算是超过了基准线这个最低的要求 4K60Hz模式下25.5ms 延迟非常的高 主机游戏的兼容性并不很好 主机游戏SDR和HDR画面对比 可以看到 对马导这个游戏当中 SDR的色彩比较艳丽 画面中的细节清晰可见 石头的纹理 画背上的青筋 HDR的颜色都跟趋近一针时 立体感有小幅提升 指名召唤18测试片段当中 SDR下墙和左侧箱子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 不过正前方箱子的纹理就看不见了 所以整个营造的立体感相对一般 HDR下灯光亮度有所提升 会有一种刺眼感 但是暗部细节提升并不大 所以立体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综合来说 这台MateView游戏场景的得分是6.09分 排到第46 会接响应时间排第50 输入延迟排第34 这些数据的确都比较一般 拿它玩游戏 我觉得还是算了吧 接下来我们再看 关剧和电影的体验 那在HDR模式下 实测电影模式色准平均带的移植2.91 表现是不错的 使得原生静态对比度1075比1 超过了1000比1这条机枕线 HDR顺势最高亮度402尼特 也达到了HDR顺势亮度400尼特 这样的一个基准线 那用网页播放几个主要在线平台的视频 自然方面 人物肤色明显偏红 常见色方面 红色略艳 黄色和绿色 没有明显的偏色 整体观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对比度方面 全游的暗场效果一般 虽然背景雪山轮廓可见 但四角有明显的路光 这里的画面它不细节也不多 所以电影相关的核心数据 人生的静态对比度 它排第21 HDR顺势亮度 排第28 表现的最终 所以电影场景的最终得分6.99分 差一点点没有超过7分 而那句话 显示器看电影的确是不靠谱的 最后 我们总结四个场景的整体体验 那华为METAGO显示器的综合测试得分7.08分 达榜TOM10失败 所以整体来看 这台显示器定位明确 办公场景 创作场景都超过了我们测试优秀的标准线 还是可以买的 但是呢 别忘了 还有几个硬伤 第一个就是接口带宽不够 限制了面板性能的发挥 没有DP1.4版本的接口 如果想去享受4K加的分辨率和60Hz刷新率 那射身就给你降成了8bit 如果你想要10bit 或者是分辨率降成4K 这个时候屏幕上下就有两个很宽的黑边 或者刷新率直接降成了30Hz 开不满性能 的确是有点个影人 其次呢 它的散热不好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用手触摸屏幕的底部 可以感到显示器明显的发烫 另外它也不支持更换支架 一体化的设计呢 虽然是好看 简洁美光 但是呢 不能拆卸 像支架臂啊 悬挂这些安装方式 这台显示器都不支持 好以上就是本期 显示器评测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 支持我们的显示器长期测试 不要忘了给小真哥 点个赞 评论 收藏 转发 或者说你想让我们测试 什么样的显示器 都可以许愿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